好不过接下来看到也要让人深深叹一口气 这是作家兼主持人吴淡如44岁高龄怀孕 这个将近七个多月 虽然呢继续主持节目 但是却发生这个痙攣癫痫的症状 昨天晚上六点呢吴淡如进行例行产检 发现其中有一名女婴心跳缓慢 立刻紧急剖腹生产 但是同时也发现另一名双胞胎的女婴 早在二十周的时候就已经胎死腹中 一路走来他从来没有像这半年来 可以走得这么的坚强 同为人母的心情 与美人心疼吴淡如痛失骨肉 穿着一身黑衣到医院探视好友 十六号傍晚六点吴淡如才刚紧急剖腹营产 原本外传省下一对龙凤胎 最后证实是女的双胞胎 其中一名baby母女缘分短暂 有一个女孩呢小baby呢 在怀孕二十周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胎死腹中 但是为了保留另外一个 今天是因为例行的残检 然后呢才发现这个小孩的心跳变慢了 所以呢立刻紧急的剖腹 当时吴淡如得知肚子里的双胞胎只能二保一 还是苦成待产 原定八月预产期还经历孕妇癫症 认诚毒血症危机 吴淡如在鬼门关前发挥母爱 力保其中一名女婴 非常万幸的这个还有一个小baby 这个能够保留 那么这个小女孩呢眉清目秀 耳朵长得非常的漂亮 那么体重呢是910公克 她的先生呢 也一直在这个鼓励她 支持她 手都没有离开过淡如的手 44岁的吴淡如在演艺圈是高龄产妇 厂后引导腹水高达7、8公斤 身体状况一度危险 好友余美人也送上袜子 让退麻药的吴淡如手脚保暖 目前夫妻俩也心细 唯一存活下来的双胞胎baby 因为才29周将近7个月大 提早来到人间 小女婴住在家户病房 情况稳定 同时也带来 另一个无缘相见的姐妹希望 将陪伴吴淡如夫妻慢慢疗伤 中天新闻王顺民任一方 SN小组台北报道